我們是製作兩岸能創作的地平台 媽祖文化 這位台灣人 我自己認為 我要跟當地的Local做一些結合 我們知道台灣跟廈門很近很像 也是一個富有創新精神和創業氛圍的地區 我覺得在廈門做這個新中式茶餅 茶咖 包括做兩岸的閩南文化 其實是很有優勢的 像媽祖文化 我們在福建基本上 什麼事情都問媽祖 不管做什麼任何事情 肯定第一個是問媽祖的意見 可不可以 包括我們台灣也是 其實兩岸的這個部分 是一個共同融合的聚焦點 畢竟廈門其實離台灣真的很接近 所以那也是我當初會選擇 在廈門這邊創業的原因 那在廈門這邊有非常多的 像是現在這個比賽還有很多的政策扶持 我覺得很大力的歡迎大家 一起來在廈門進行創業 就是廈門的部分裡面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專家都在台灣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枢紐 第二部分裡面就是 華南本身就是我們需要 必須要搶攻的這個市場 第三個部分裡面當然就是 它對台灣的這個政策相對來講 它有非常重要的這個部分裡面的傾斜 我希望能夠把這個經費拿來 就是再更多的支持我們的藝術家 青年藝術家兩岸 不論是台灣或是我們服務本地的這些藝術家 近幾年其實都在大力的發展海洋經濟 那其實廈門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比如說像水產所也在廈門 然後廈門大學跟金美大學的海洋科系也都很強 那類似的這種創業大賽我覺得也非常好 可以促進兩岸的一個融合 然後把更多的優秀的作品篩選出來 我們會陸續的跟學校啊或者是對一些科研單位 然後有一些合作 那我們也會把經費放在這個設備上面